师父,我想还要问一个问题,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特殊嘛,因为我刚刚念学心灵法门之后两周之内对嘛,两周之内后来我就门见,就是菩萨把我叫到天上去了,然后叫到天上去的时候他就说叫我要欢迎人间的觉悟,也要做个菩萨,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的。 你呀,我告诉你呀,你就是前世肯定是一个护法呀。 是的,是我后来万世普産,我就是台湾办事回来的时候嘛,因为我当时我也不开悟,因为我就是在求害死方面我花了很多钱,那个时候我办事的时候我只管办事,我从来没有,我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你是个普産呢。 我现在就觉得我自己很愚痴的,后来万世普産一会把我带到天上,因为我在门钟里面电话,他还说我是天上下来的圣女,要我带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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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度人,要度几个人到天上去我才能够上去的。 你现在知道你度人了没有啦? 我这几天度人的。 你好好度啊,这几天才度,你真的,你辜负了观世音菩萨。 我告诉你。 是的,我是对的,因为我刚那时候我不开悟,我不知道怎么还有这么,后来我就参加了香港的法会,还有台湾的法会,后来我就觉得师父你很好很好的,而且经常到门里来只换我,也换我真的很好,我觉得很感动的。 感动了,你自己更要好好度人,听得懂吗? 我听得懂,我知道。 你不要辜负师父啊,观世音菩萨对你的一片苦心啊,观世音菩萨你看,帮你有求必应,你的孩子都生不出来,菩萨都帮你送孩子了,你不要为人间的一切活着,听得懂吗? 嗯,我师父,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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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法会的时候我就看听到你的声音,说我要吃,吃传树,然后帮我生个孩子,因为我还在吃荤的。 我,我,我一个月吃五天素。 我,不行了,不行了,你全素吧,赶快吃。 我是吃传树的,师父。 现在吃了没有了? 现在吃了没有了? 菩萨,菩萨终于帮助我打出你的电话了。 你吃了没有了? 我吃也吃,我许愿8月份吃传树,然后在9月份吃传树。 哎,你这样没用的,你到时候,你到时候孩子留不住的。 嗯,那我就只要吃传树吧。 全部要吃的,没有客气的,一点不客气。 没想到我今天打通,师父电话,我还是第一次打通的。 你不要这么没。 师父,我已经修了,我已经修了一年多了。 我说你不要这么没出息。 哦,我一定要修,我跟师父要修。 我以前我求来求,没有求不到,后来我就心里把我们菩萨一会过来,一会过来。 我反正我们里面一想到有困难,一想到菩萨,就菩萨马上就过来了。 那就是你的上辈子的一点缘分,不要这辈子把它用完就可以了。 哦,那我好久修了。 明白了吗? 那我应该,后来师父,你说我胜女的话,我打到东方才,他们说胜女的话就是很难的。 那这样应该是没问题的了。 当然没问题了。 观世音不是要给你送子还有问题啊? 不是呀,就是我老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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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说我吃什么营养不好,天天在我耳朵里面啰哩啰嗦的。 那你坚持不了吗?你就看看你生的出来生不出来了。 但是我这个佛宝宝没办法,我要生个佛宝宝。 我看你到现在还很愚痴。 你可能这辈子,你要是再不开悟的话,你这辈子根本别想上天了。 我们下面的听众,那些佛友全部都知道你在说什么,只有你自己搞不清楚。 哦。 你很愚痴啊,真的很愚痴。 很可惜啊。 哦,今天我还梦见,今天一直一到早我就梦见观世音菩萨过来了,很大很大的。 我告诉你。 过来我就,今天我就,现在就,你每一次,你每一次,你每一次观世音菩萨过来。 对啊,我一见到他马上就过来的,很慈悲,很慈悲的。 你在,如果你在这样不休的话,你在这么吃昏的话,你看看还会过来不过来。 哦,我现在已经吃醋,吃传树了。 你一个月吃传树为什么用了? 那我,那我跟我开始哦。 哎呦,你怎么。 哦,好的,好的,那我就吃传树吧,师父。 你不是开玩笑的,你不是开玩笑的,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啊。 菩萨给你,这个孩子不是,不是让你,不是让你这么随随便便的。 哦,这个孩子很漂亮的,很清秀的,我看到过了。 他已经,他叫我一只妈妈。 你要是,你要是再不好,我已经跟你讲了,再不好好修,你看看你明年生的出生不出。 哦,好的,好的,好的。 好吗? 那我好像关系不太已经这样说了,我就好好的现在在度人了。 嗯,好好度人了。 哦,他,反正他都把我安排好的了。 呵呵,命八字里面都安排好的,为什么会变呢? 哦,都是可以,你也已经可以改变命运吗? 不改变命运,你念什么经啊? 哦。 听得懂吗? 哦,听得懂的,师父。 天天给你先生念几篇新经吧。 好了。 哦,好的,好的。 好了,好了,好,好,好。 就这样啊。 谢谢师父,我感谢师父啊。 再见,再见。 好,师父再见,师父再见。 你看,这么好,他就是在消他过去上辈子的福。 如果这位听众他不好好的修,他继续吃荤的话,有菩萨有牌子送上来,照样会走掉。